好,各位草原们,今天的话,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件漂亮的老陶女的金玉满堂的三彩钙碗 这个容量的话,180毫升 所以说呢,这个老陶女呢,是保卫的 那么它是柴肴圆框的,在钙碗上面呢,有这个漂亮的灵动的这个 内外啊,都画了这个图案 那么这卡,这个钙碗的话呢,从这个我们的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金鱼,你看它这个游动的这种自带,还有包括这个金鱼,这个口颜上 很美啊,然后这个底部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杯碟子的这个上面 也是画了一条可爱的这个鱼,旁边还有两条这个小鱼 这个容量的话,起码有180毫升,我们说 淡五好友,咱们相聚的时候,盖碗就可以盖上了 而且喝那个红茶博尔,还可以慢慢的养金丝体店的 这一间盖碗的话呢,叫金玉满堂 这个盖碗外面呢,有一点微微的往外撇 拿上手的话呢,也是衬手的 而且呢,老淘尼它有个特征就是,它不烫手 一年四季都 另外的话,我们说老淘尼有 我们说骨色骨香 重味 老淘尼的话有两个特征 它会有这个紫禁柚 咱们这个紫禁柚,看做的多干净呢 然后呢,它会有开片 它的底色并不是白色的 很有老味啊 从我个人的来说,我觉得老淘尼呢 它真正的话,这个当中 这个收场当中,这个价比价格都是 有入手的 那么老淘尼的话呢 说很有这个骨香 最关键的话 这个老淘尼 你看 它这个里面画的这个金鱼 骨香 朋友们,让你们有 茶席啊,不管你怎么 它总像 嗯,怎么说一个老朋友 经常会跟随 那不管你怎么去变茶席 碑也好,盖碗也好 往往不同意席上其他的这个 这个卡器 那么它会有一些特殊的地方 也彰显着我们的 华蓝的格调和喜好 那么这款老淘尼的这个 聚满堂的盖碗 它便有着不同 的这个效果 不刻意为之的冰裂纹的这个开片 给我们有一种恰到好处的这种感觉 纯路 哎,漂亮,手工骨法 抬起唇后 持过 拿上手也很 衬手 肃茧的底色 倒入茶汤 我们说啊 可以充分的去展现这个汤色之美 因为老淘尼每一次盖碗的开片 闻都不会 这画的都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是纯手工骨法自己 所以这款三材盖碗呢 同友们用茶水滋养之后呢 会形成金丝般的这种胶丝 慢慢的去养 终衡在茶席之上 掐露给这种 细物啊 注入了这个生命一样 吃月仰 怎么样 漂亮吧 这件 那无论是您自用送朋友啊 自用的话都是很不错的 那我们说这个现在喝茶 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一个话题 有这样的一句话 我们说万葬红酒三杯酒 千秋大也一会儿啊 那盖碗的话呢 在茶桌上怎么找呢 看这件漂亮吧 喜欢的赶快来我们直播间 挑选一件您喜欢的宝贝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